今年我們要到晚 還是再來 鳳藥路關的需要量有比較大 現在也有方聲說 這鐵工台商 哪有情緒是在鳳藥路關 感染不相關 有哪有更多的煩惱 因為有醫生表示 雖然這個指揮中心是嚴格規定 不過時間一久來 飯店才不用就比較散散 客宅人類又不夠 都有可能會出現浪範 今年十二月份 一個這天的台商 也就是第七八十九雷 在回來台灣基加減月的第十一天 確診 政府中心承諾也正式 在比對這個台商跟鳳藥路關 也就是當另外一個 中國日間的確診者 拿來洗包之後 發現兩個人的白毒機印定書 差不多是一樣的 推測是同一組的白毒株 要讓我再煩惱說 鳳藥路關是出現浪範 如果他們很多時間都在同一個旅館 這旅館當然是要去調查的 傳染途徑就包括通風 或者是動線 比如說 兩個人是不是都是完全沒有離開房間 或是有什麼工作人員 其實因為特別的原因 進入過兩個人的房間 醫師表示 因為這兩個比較真正 分別是從帝國和中國來日間 所以住港中白毒回臺灣的可能性格 所以出現兩個人的白毒機印定書 差不多都是一樣的 也顯示鳳藥路關有出問題 有可憐是兩個人在路關裡面 透過通風關頭好相團戰 因為阿恩的白毒變化很快 他們兩個如果是同一個傳染鏈 或者同一個群聚事件的話 他們的關係只有直接跟間接兩種 直接就是兩個人 一個人傳給另外一個人 間接就是說 他們同樣都是曝露到其他的感染者 那其他感染者就是 就是我們沒有找到的那個人 醫師也曾經說 隨風幾乎中心 有減給規劃風野路關 不過時間過了 本來在烏克林的無照SOP來做事 那是風野